嗨,我是塔塔,我又来教主业了 今天我们一起来去看一下 他对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他是想和你更亲密一点 还是想和你继续保持距离 好吗,来,在我们面前呢 有三张指示卡牌 来,这是第二组 好,这是第三组 让我们深呼吸默念对方的名字 我在我们面前选一组 自己看得顺眼的,喜欢的 如果不知道选哪一组 可以点个暂停,慢慢挑,慢慢选 选多组的话也是可以的 OK,那我们倒数三个数了 3 2 1 好,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抽牌和解牌的环节 好,这是我们的第一张指示卡牌 OK,让我们深呼吸默念对方的名字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他到底对你是怎样的感觉 他是想和你更亲密一点 还是想保持距离 他到底有什么话想对你去说呢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OK,我们先抽三张牌 对应一下你的能量和你最近的状态 好,首先第一张一张权杖王牌 第二张一张正位的世界牌 第三张一张正位的权杖流 你最近的能量和状态非常的好 好吧 可以这样去讲 首先对应一下星座 火象星座的能量的话会更强一点 好吧,分别是白羊射手和狮子座的这样的一个能量 然后我们具体去看一下 首先一张是这张大牌的这样的一个世界牌 这张世界牌其实会代表着很圆满的很丰盈的这样的一种感受 也就是说你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其实你什么都不匮乏 好吧,你既不缺乏物质也不缺乏情感 你是一个很自洽的人 你是一个有着非常强的边界感 所以我能够感觉到你此时此刻是一个非常自由的状态 你可以去做任何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你感兴趣的事情 你也不是说为了糊口 像我们一般人一样 为了努力 为了生存去工作 你可能更多的话是为了兴趣 为了爱好去工作 好吗 所以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富足的 很自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就好像没有什么事情能够牵绊的你 你总是这样的一个随心所欲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OK,来我们再去看一下剩下的这样的小牌 那首先这张权杖势重牌能量 我觉得你的年龄应该是不大的 好吧 可能在工作上面 我觉得你更多是有那种 你会去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好吧 就这件事情你觉得有趣 你觉得好玩 你会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我觉得在情感上面 你也是一个特别敢打敢拼的这样的一个人 好吧 很勇敢的去做自己 很勇敢的去表达自己真实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和能量 那对待工作其实也会有非常大的这样的一种热情 但是呢可能确实是因为工作啊 对可能没有太多的这样的一种经验 所以有的时候会显得稍微稀嫩一点 好吗 OK 然后我们再去看一下这张权杖6的这样的一张牌 但是即便是你可能刚刚参加工作没有多长时间 但是你仍然你所做的这样的一个事业 我觉得很有可能你是自己去创业 或者说你是一个团队当中的很有号召力的这样的一个领导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好吧 所以你会在团队当中发挥着非常关键的作用 等于基本上是属于你是发号施令的这样的一种存在 所以你会发现身边的话都非常的支持你 你想做什么样的事情 好像特别容易取得成功 好吧 总而言之 有着非常强的这样的能量 所以看得出来 你自身的这样的一个条件 其实是非常的好的 好吧 你的工作其实不是为了解决自己生存的问题 你的工作更多的是为了追求一种成就 为了追求荣誉 为了追求创造更多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 给自己带来更多的新鲜感 为了自己的兴趣 为了自己的爱好 会有这样的一种非常强的能量 所以我觉得从排面去看 你是一个很有个人魅力的人 而且你有一批很支持你的这样的一个团队和合作伙伴 好吧 OK 我们再去看一下 那对方的能量的话是怎样子 一张保健酒的阵位 OK 好 一张愚人牌的阵位 一张逆尾牌的心碧舞的这样的能量 我觉得对方的能量没有你这么强 好吧 那首先我们去看一下 一个风向星座的双指天秤 还有水瓶 还有土向星座的双鱼 土向星座的处女 摩羯和金牛座的这样的一个能量 OK 好 我们一起去看 首先对方的话是这种愚人的能量 是比较强的 我觉得对方年龄也不大 好吧 情感当中其实也没什么太多的经验 他有着非常强的好奇心 他对待一切的话都有那种跃跃欲试 蠢蠢欲动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而且他特别愿意去尝试一些新的事物 他也好像不害怕的话受到伤害 总是特别喜欢挑战迎接这样的一种新的事物的挑战 好吧 我觉得会有这样的一种能量 但是呢 他好像不是特别的明确自己干这件事情 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目的 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 他就是属于我 我感兴趣了 我喜欢了 我就去做 我就去挑战 我就去尝试就可以了 所以属于属于那种 信之所至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好吧 感兴趣了他就会去做 他不感兴趣他就不会去做 他不会做太长远的这样的一种考虑 所以他觉得他整个人的状态 还是处在一个很懵懂的 很盲目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而且他对于自己的话 非常的自信 很开朗 很阳光的这样的一个人 好吧 OK 然后我们再去看一下保健酒的这样的量 我觉得对方很聪明 智商很高 心智 我说 我说实话 可能对比童年来讲 显得心智会更加成熟一点 好吧 所以他会 他会相对会比较敏感 他很容易去接受到外界的这样的一种信号 所以他有的时候做事情会显得很犹豫 很迟滞 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因为他懂得太多了 所以越是因为懂得多 他心目当中就会有越 越有这样的一种顾虑 我们讲叫做 那就是懂得越多 你就做得越少 是吧 所以为什么我们讲现在社会上面很流行一个话题 说什么 高认知的穷人 他会有这样的一种能量 因为懂得太多 相反去影响到自己去体去做实践了 很多时候还没有去做这件事情 他的内心就已经给这件事情做了一些判断了 好吧 我觉得这是一种能量灾 好吧 就是认知很高 很聪明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另外一个呢 我会觉得他承担了一些蛮大的这样的一些 他承担了蛮大的这样的一种外界的压力的 但是在这里面保健酒的话呈现的是一个正位的状态 所以我觉得这个压力其实对于他来讲不见得是一件坏事情 反而来讲是给他有一个激励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好吧 当然具体还是要看我们怎么去看待外界给的这样的一些压力 能不能化压力为动力 这个是每个人的认知和见识的这样的一个不同 好吗 OK 我们再看最后一个就是这一张新B5的逆位排的能量 我觉得他对方经济条件是比较差的 好吧 手头上面的话相对是比较缺钱的 或者说他最近开支比较大 对 所以就显得手上的钱就有一点点不够用了 而且对方的话对于物质他会有一个基本的这样的认知 他这个认知叫什么 叫做钱不是万能的 但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他对于金钱的话他有这样的一种认知 我觉得他小时候是吃过苦的 好吧 对可能从小家境或者成长环境不是特别的好 所以导致他可能他很多安全感 很多的是建立在物质层面的 所以我们去看你相对来讲会比对方更富饶一些 更丰盈一些 精神层面上面更什么 更自洽一点 好吧 更富足一点 更自在一点 更胸有成熟一些 而对方很聪明 很勇敢 很很敢去挑战 然后很有好奇心 保持着旺盛的这样一种好奇心 我觉得智商很高 反应特别的快 但确实实实 经济上面对比你还是有蛮明显的差距的 好吧 OK 我们再去看一下 在你们相处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他对你喜欢的是什么 我们抽三再来看一下 他对你喜欢的到底是什么 一张逆尾牌的宝剑 一张逆尾牌的月亮牌 然后一张逆尾牌的狮子牌 OK 我看一下 这里面他对你喜欢的是三张逆尾的这样的一牌 其中是两个大牌 我觉得本质上面来讲 他对于你其实是有很强的欣赏的这样的一种能量的 好吧 甚至是我觉得会有一点点崇拜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在 但是他又跟你相处的过程当中 他会有一点点幸灾乐祸的这样的一种 一种感觉 好吧 来我们一起具体看一下 首先是这一张逆尾牌的月亮牌的这样的一个能量 他喜欢你的是什么 他喜欢的是你的脆弱 好吧 他会觉得看见一个脆弱的你 看见一个很焦虑的你 看见一个很惶恐的你 他会觉得可能他能够在这样的你身上去找到 找到优势或者说找到存在感 他觉得你是需要他的 他觉得他那个时候他能够站在你的身边 他其实蛮渴望的 他在那个时候在你很脆弱的时候 很需要的时候站到你的身边 然后去呵护你 好吧 如果你是一个女生的情况下面的话 可能会代表着 比如说你有的时候来月经历嫁 这个时候可能身体会特别的不舒服 身体的话会显得特别的脆弱 好吧 就类似这样的一种状况 可能他会觉得这个时候你更需要他 他会更有存在感 这是第二种情况 月亮就是会代表着我们人的这样的一种情绪 对感性的这一面 好吧 那逆位牌的这样的一个月亮 则代表着我们负面情绪的这样的一种呈现 比如说我们的恐惧 我们的伤心 我们的怀疑 我们的持错 这些负面的脆弱的这样的一个能量的话呈现 导致你的话虽然看起来的话很强大 但是你这种负面情绪的这样的一个爆发就能够去激发他对你的这样的一种保护欲 好吧 我觉得他是欣赏这种很脆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的你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是这一张逆尾牌的力量牌 OK我觉得这种力量牌其实会代表着失控 好吧 对这个是什么样的感觉 第一个首先的话你会觉得你的冲动 你的本能的话战胜你的理智 对他觉得这种情况下面可能你会需要他 或者说他能够在这样的你的身上去找到价值感 他能够在这样的你身上能够找到优势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好吧 我觉得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是什么呢 如果你们之间发生过关系的情况下面 对发生过穿就吃过苹果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下面 他可能还蛮喜欢那种是吧 在那方面比较比较稚嫩的 或者说比较看起来的话不熟练比较生疏的那个状态的你 好吗 我觉得这是第二个这两个大牌 我觉得这两种印象其实还是蛮深刻的 我们再去看一下这一张逆尾牌的对骑士牌 我觉得在对方的心中你一直以来都是一个 很果断的目标感非常强的 的这样的一个人 反应非常快的这样的一个人 但是当他看到你犹豫的时候 当他看到你徘徊的时候 当他看到你迷茫的时候 他会觉得他会很喜欢那样的你 好吗 所以我们去看这三张牌 其实三张都是逆尾牌 我觉得他会感觉到自己的存在感很大一部分程度是因为你表现出来的脆弱 表现出来的敏感 甚至是你表现出来的崩溃 他都会觉得在那样的你身上他能够看到自己存在的这样一种价值 所以他喜欢那个时候的 那个脆弱的敏感的你 OK 好 我们再去看一下他不喜欢的你是什么样子的 或者他在你身上不太喜欢的是什么 OK 好 一张逆尾牌的权杖三 一张逆尾牌的 一个影视牌 一张逆尾牌的 逆尾牌 OK 好 来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他不喜欢的你是怎样子的 也是非常具体的这样一种能量 我们首先看一下这张影视牌代表着什么 我觉得代表着影视的正位 其实会代表着内在的灵性的这样的一种成长 你会关注到自己的内心 你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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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自己内心的意识层面的精神世界的这样的一个成长 内观会有更清醒的这样的一种认知 OK 那我会觉得这张逆尾牌的影视牌 其实会代表着两种能量 第一种能量代表着你对于外界的物质的这样的一种认知 他不太喜欢一个靠外物去堆砌起来的你 好吗 就比如说明牌包包 明牌表 是吧 一些装饰品 名贵的这样的一些衣服 大牌的这样的一个logo挂在你身上 他觉得不好 那个外物堆砌的你 不是真正 不是他特别喜欢的你 好吧 就是第二个的话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讲影视的话 其实很大程度上面其实代表着智慧 好吧 代表着开悟 代表着成长 代表着低调的这样的一个成长 那我觉得逆尾牌的影视牌 其实会代表着你某些时刻在犯蠢 你变得没有那么聪明了 也不虚心的向别人去请教 反而来讲显得很自大 显得很狂妄 我觉得这张逆尾牌的影视牌 会有这样的一种能量在 好吧 对方会稍微有一点厌蠢的这样一种感觉 OK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具体的这样的一些小牌 那他讨厌的是什么 首先一张逆尾牌的这样的一个权杖三 他讨厌你摆烂 他讨厌你躺平 好吧 因为权杖三的话是一张执行力非常强的一张牌 他可能会更喜欢就是 就是那个充满干净的你 好吧 更充满 充满着那个朝气蓬勃的你 有欲望 有野心 有执行力的这样的一个你 反而来讲你如果去躺平 你如果去摆烂 他可能不喜欢那样的你 OK 然后我们再去看一下逆尾牌的权杖五 对 我觉得这张逆尾牌的权杖五 其实会代表着内耗 那内耗是从两个层面的话去讲 好吧 第一个就是你工作事业上面的这样一种内耗 可能你会跟大家去吐槽 跟朋友跟同事合作啊 怎么怎么不愉快 对方怎么给你去死小小伴子 他可能会不太喜欢这样的你的这样的一种表达 好吧 对 他可能会更欣赏一个像这样子 权杖六的这样的一个你 被别人去崇拜 被别人去尊重 去领导团队的 能够找到方向 能够拿到结果的这样的一个你 好吧 反而来讲他其实挺不喜欢一个在那个内耗当中 疯狂内卷的这样的一个你 对大家就都没有好处 这是第一个 这是工作层面的 第二个我觉得很可能的嘛 你情绪层面的 好吧 你有的时候你跟对方在一起相处的时候 你会很纠结 你会很内耗 而且我觉得情绪层面的能量会更多一点 好吧 因为我觉得你在工作上面 在事业上面其实还是蛮靠谱的 整体来讲还是比较强势的 好吧 所以他有一点点讨厌你自己有的时候情绪上面 一个人跟自己内耗 或者说你跟他去内耗 你看不惯你看不惯他 他也看不惯你 你们两个人又吵用闹 搞得两败俱伤 好吧 我觉得他会有点讨厌这样的一个状态 好吧 分别是他喜欢的 和他讨厌的 OK 然后我们再去看一下 那到底是想和你更亲密一些 还是保持距离 我们抽五张牌看一下 好 一张 逆尾牌的宝剑石 好 一张逆尾牌的权杖三 一张正尾牌的圣杯国王 好 一张逆尾牌的星星牌 好 一张逆尾牌的圣杯四 OK好我们一起看一下 首先的话这里面的大牌 一张逆尾牌的星星牌 我觉得他在对你的这样一种感觉 他会觉得他没有考虑过跟你要去做情侣 好吗 他没有想过跟你要去进入一段亲密的关系当中去 为什么 这张逆尾牌的星星牌 首先第一个我觉得对方跟你是有很现实的距离的 好吧 你们之间可能在物理上面会有一定的距离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就是什么 在对方的眼中你很完美 好吧 对 你如果是个女神 可能就是仙女 如果说是个男神 可能就是男神 在对方的眼中 你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存在 但是对方看不到跟你在一起的契机 他他甚至想都不敢想 他做梦的话都不敢想 他能够跟你在一起 他看不到跟你在一起的这种机会 这种这种希望 好吧 或者说我们讲这种方向 所以对方其实没有往这方面去考虑 但是你你对于他 就是你的形象在对方的心目当中 他是非常完美的 好吧 OK 我们再去看一下具体的这样的一个事物当中 首先第一个 你看一下 圣杯 宝剑石的这样的一个能量 我觉得对方是受过情伤的 好吧 在感情当中的话是 是有过挫折的 是被背叛过的 我觉得对方是一个非常止溜的这样的一个人 他是一个典型的 就是不到黄河心不死的这样的一个人 但是在感情的路上有被伤害过 所以会呈现出一个逆位的 宝剑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他对待很多感情 他都会有一点小心翼翼的 其实挺害怕的 好吧 他可能会觉得 那我与其说我跟你去做情侣 不如说跟你保持距离 我们做朋友 其实他会更有安全感一点 他会觉得更踏实一些 好吧 我们再去看一下这张 逆位牌的权杖衫 我觉得他在这段感情当中的话 他还是倾向于保持距离的 看到没有 逆位牌的这样的一个权杖衫 他不期待去做什么样的事情的话 去改变你们的关系 对 他就觉得维持现状 就这样子 OK了 挺好的 好吧 对 他其实蛮害怕 就觉得会失去你 如果他担心他往前多走一步 可能你就会往后退好几步 可能连做朋友的这样的一种机会 都没有了 好吧 然后我们再去看一下这一张 对 圣杯国王牌的这样的 我觉得如果对方的年龄 要比你大一些的情况下 我觉得对方的话 其实真的是蛮喜欢你 是有圣杯牌的这样的一个能量在 而且我觉得对方外表看起来很平静 但是内心 我说句实话 还是会起着非常大的波乱 他心里面其实是有很多话想跟你去说的 他有很多事情想跟你去做的 他只是说外表看起来不动声色 好吧 OK 所以我会看这张牌的 我觉得对方对你还是会有很喜欢的 这样一种感觉的 对 我们再去看一下这张逆围牌的圣杯四 我觉得这张逆围牌的圣杯四代表着他此时此刻 他在感情方面他是空窗的状态 他是一个比较开放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他其实不太拒绝新的情感进入他的生活当中去的 所以如果你确实是对对方感兴趣的 可能对于他来讲 他还是倾向于说保持现在做朋友的这样的距离 OK 他哪怕是很喜欢你 但是他觉得他你们之间可能没有太多的可能 对 好吧 对 但是如果说你自己有这样的一种想法的情况下 可能需要你更主动一点 因为他目前的话是处在一个空窗期 好吧 OK 我们再来去抽看一下他此时此刻 他有哪些话想要跟你去说的 他到底有什么话想和你去说 OK 好 首先第一个 我怀着感谢与爱的心情来付自己的账单 我怀着感谢与爱的心情来付自己的账单 OK 好 好 信使我放松 使我平静和美丽 好 再看一下 每一个进入我家的人都觉得受欢迎 并且被爱 好 三个 好 我用放松自如的爱来祝福自己 好 我在成人生活里创造稳定 使我内在的小孩感到安全 好 这五张牌 我觉得这是他内心当中想要跟你去表达 或者说想要跟自己表达 就是我们去看 他这整个的话语体系 整体来讲 我觉得是一个比较自我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他在跟你的相处的过程当中 他其实更加在乎的是保护自己 他是想要自己放松 希望自己的话去平静 而且他愿意为了这样的一份感情 为了这样的一份爱来去什么 来去承担代价 好不好 对 所以我觉得对方是一个内心充满爱的人 其实是一个很温柔的呵护自己情绪的这样的一个人 对 他很害怕在这段感情当中给自己带来伤害 也会给别人带来什么 带来不是的这样的一种能量 好吧 所以我觉得在你们之间的最后的感情当中 对方呈现出来的能量 还是比较小心翼翼的 好不好 OK 这是我们第一组的能量信息 如果你觉得对你有用的情况 记得给主播点个赞 点个关注 最后所有看完我们这条视频的小伙伴 健康快乐 心想事成 那我们下节目再见了 拜拜 这是我们第二组的指示牌 让我们深呼吸 清空下我们的能量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他到底对你是怎样子的感觉 他是想和你更亲密一些 还是保持蓄理 他到底有什么话想和你去说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OK 我们首先的话来抽三张牌 对应一下你的能量 好 首先第一张命运之轮的正位牌 第二张一张圣碑舞 第三张一张逆围的圣碑骑士 OK 我来看一下 先对应一下星座 主要是水象星座的能量 就是双鱼巨蟹 还有天蟹座的能量 OK 好 来我们去看一下 这里面的话牌 首先的话是这张大牌的命运之轮牌 我觉得这张牌 其实代表着你最近的运势很旺 发现你最近做什么都特别的顺 情绪也很高涨 好像做什么事情 都有那种尸般功倍贵人相助的 这样的一种能量 运势特别的好 就是你自己也会感觉莫名其妙的 怎么就好像很多事情特别的顺利 就有那种心想事成的 这样的一种感觉在 好吧 运气特别好 势头正旺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在 所以你会有一种春风得意 马蹄急的这样一种状态 对 会有那种满面哄光的 这样的一种感觉在 好吧 所以做什么事情的话都非常的顺 但是我们看一下 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重感情的牌 感情的人 因为这两张牌的话有两张水牌 对 所以你很容易在情感当中会 有一种自哀自怜的这样一种感觉 有一种很emo的这样一种感觉 尤其是最近可能情绪状态的话 会有一点点低 好吧 这个情绪状态低 我觉得是可能跟情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为什么说你有一点点那种自哀自怜的 这样一种感觉 因为本身明明运势很好 但是你却显得比较emo 说实话给别人感觉 有一点点凡尔赛 有一点点欠揍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在 好吧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事情 让你此时刻觉得有一点点做地难 有一点点很很很闷闷不乐的 这样一种感觉 我觉得跟这张立卫牌的心碧骑士 其实会有一点点关系 我觉得你是一个相对来讲 让我们看一下 我觉得可能最近心情啊 情绪比较emo 可能跟这张立卫牌的 圣杯骑士会有一点点关系 我觉得要么就是你扎别人了 要么就是你被别人扎了 好吧 对我觉得你对的情感 可能会有那种三心二意的 这样的一种能量在 好吧 所以呢 虽然你最近的话运气特别的好 但是我说句实话 可能整体的能量 气场状态还是会比较低的 还是会比较忧郁 意漫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和感觉的 OK 然后我们再去看一下 对方的状态是怎样的 好首先一张力量牌 好 然后一张正位的 我们再去看一下 圣碑士虫牌的 圣碑士虫牌的这样的一个能量 好我们来去看一下对方的能量 我觉得对方的能量场的话非常的强 首先的话是这一张正位的力量牌 狮子座的能量的话很强好吧 土象星座的处女 摩羯和金牛座 水象星座的双鱼巨蟹和天蝎座 对看一下能量能不能对应的上 我觉得对方的状态的话很旺好吗 你呢是运气好 但是表现的很 很怂 或者说很阴谋 能量场比较低 但是对方整个的能量场从内 从内到外 其实表现的的话都很高 首先的话是这张力量牌的能量 对方一整个表现的非常的自信 非常的有有有有有 有一点点臭屁 有一点点质大 有一点点自信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而且我觉得对方会有一种就狮子座那种 说一不二的这样的一种能量 在气场能量很强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好吧 对 所以他从内而外 他无论是性格上面还是身体上面 其实都会表现出一种 power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力量的权威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所以他说话做事情 让别人有的时候不得不心悦臣服 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在 好吧 总而言之是一个性格相对来讲 我觉得比较尝试的这样的一个人 OK 我们再去看一下这张小白 圣碑7的这样的一个能量 心碑7的这样的一个能量 我觉得心碑7的话会代表什么 就代表现在对方所做的事情 是自己的舒适圈的事情 他现在做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我觉得有一点点手拿把掐的这样 那种感觉 不管他是学生还是已经入了职场了 对我觉得他都是对待他现在做的事情 叫四个字叫游润有余 舒适圈 所以他其实内心当中有一点点蠢蠢欲动 的话去做一些新的尝试 他渴望的话去做一些新的挑战 好吧 但是可能目前来讲 尝试挑战还是局限在构思计划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还没有真正的去落实 对 会会有这样的一种能量在 好吧 然后第三章就是这一张正位的顺杯四重牌的这样的一个能量 我觉得对方可能年龄不大 可能跟你是同龄的 甚至是比你年龄要稍微小一点 对方我觉得可能没有谈过多少段恋爱情感经验的话不是特别的丰富 但是我觉得情绪对对待感情的话会有一些比较理想化 好吧 会对 情绪波动的话会比较大一点 如果对方是个学生可能是我觉得艺术生的能量相对会更强一点 好吧 对 这就是对方的这样的一个能量状态 OK 来我们再去看一下对那对方对于你 他跟你的接触和交流 他对你在你身上他喜欢的是什么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好 首先一张新币骑士牌 第二章的话一张逆尾牌的 权杖骑士 第三章一张逆尾牌的 新币 圣杯二的这样的一个能量 OK 我们具体看一下 人物牌很多好不好 我觉得对方可能会觉得你的人物 人际关系的话会比较复杂 对 人际关系会比较复杂 我觉得对方其实对你的喜欢 我觉得第一重意涵 你可能身边的话会有很多 你很有魅力 你的身边可能会有很多追求者 好吧 我觉得对方的话会觉得 你其实是非常受欢迎的 跟你在一起的情况下面 他会觉得 要么就是他 他跟你的关系比较好 对 你身边的追求者总是会给他去送一些礼物 或者说去贿赂一下他 要么他觉得你是一个很受欢迎的人 所以的话他会觉得跟你在一起 他会有成就感 好不好 他会觉得 你是一个很受欢迎的人 你跟我关系的话这么好 他会觉得很有面子 或者说很骄傲 我觉得会有这样的一种能量在的 好吧 OK 我们再具体看一下 分别对应的这样的一些能量 我们具体看一下 首先的话是这一张新币骑士牌 我觉得他对你的话是很欣赏的 首先第一个他欣赏你是什么 他欣赏是你对待工作的这样的一个态度 好吧 你会把大量的时间投入到工作上面 而且你的工作的话是有成果的 是有结果的 这是第二个你的性格会比较保守 他认为你的性格很稳 好吧 你总是等到别人啊 看到 你总是会先去观察 然后再去决定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你你轻易不出手 你如果出手的情况下 会有这种十拿九稳的这样的感觉 所以你你是做 你是做事有结果的这样的一个人 好吧 所以你能够在你对待你的工作上面 或者对待这样的一些事情上面 能够挣到钱 我觉得这是他对你欣赏和认可的这样的一个点 好吧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们再去看一下逆位牌的 对权杖启示牌的这样的一种能量在 我觉得对方对你是有一点点上头的 对对方对你是有一点点生理性的 这样一种喜欢和冲动的 但是呢 我觉得你们之间会有那种 懂吗 若即若离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在 他好像蛮享受跟你之间那种纠缠的 跟你之间的那种拉扯的这样一种感觉的 你懂我意思吗 他蛮喜欢 蛮享受那种 我去找你 你躲着我 你来找我 我躲着你 这种逆位牌的这样的一个权杖启示牌的 这样一种能量 我觉得他蛮 他蛮享受那种跟你拉扯的这样的一种互动的感觉的 他可能觉得这样子很有意思 很有心坚感 很好玩 好吧 我们再去看一下 逆位牌的圣杯2 我觉得他是 真的 我觉得你们之间是有那种互动的 喜欢的这样的一种能量在 好吧 但是我觉得在他的视角里面 你会有一些矜持 你对他的 这种喜欢的话会 至少在他的认知当中 他觉得你没有那么喜欢他 他觉得你们之间老是那种伴嘴 甚至是有一点点吵架 对甚至是有一点点 就你明白吗 那种有的时候就有一点像那种我们在学生时代 我们会喜欢一个异性 或者我们喜欢一个女生 男生喜欢一个女生就喜欢去撩他辫子 喜欢故意找茬跟他去吵架 女生可能喜欢男生就会注意经常出现在他面前打闹啊 然后碰到他 我觉得他对你的情感会有这样的一种一种一种感觉 在他很很很很陶醉在和你之间的这样一种相互拉扯的 这样的一种关系当中 我觉得 这是一个圣杯四重牌 我觉得对待感情的这样一种期待 可能在他的心目当中 他认为美好的爱情 或者说美好的情感就是这样子 就像两个轻松的少年 是吧 彼此之间拉扯 打闹 像玩猪哥哥一样 那里面的爱情故事 像穷瑶阿姨里面写的那个爱情故事一样 好吧 互动会有这种拉扯 有一点点像我们之前看的那种青春文学 这样的一种感觉在 好吧 所以我觉得是有一个挺矛盾这样的心理 我觉得对方的话是蛮喜欢虐他的 你跟他拌两句嘴 炒两整 炒个这样 是吧 白点颜色 我觉得对方还是觉得很享受很舒服 他肯定觉得青春就应该是这样子 好吧 OK 我们再去看一下 那对方和你在互动的时候 他他不喜欢的到底是什么 好吗 我们一起看一下 好 正位的命运之轮 逆位的 力量排 逆位的权杖 权杖9 OK 好 来我们看一下 一个个来去说一下 我觉得他不喜欢你 首先第一个的话就是 排面的能量很大 对 首先第一个就是正位的这样的一个命运之轮排 他会觉得你运气太好了 好不好 他有一点点不太喜欢你那种顺风顺水 呼风唤雨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他他跟你在一起他觉得你好像要什么东西都特别的轻易 好像你做什么事情都有无数的人莫名其妙的去帮你 你做一件什么事情都非常的容易成功 好吧 就是那种顺风顺水运气好的让他觉得有点看不惯的这样的一种程度 好吧 我觉得会有这样的一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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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况 还有一个我觉得他不喜欢你的点就在于这张力量排的这样的一个能量 他会觉得你太emole了你太情绪化了 你经常的话会被自己的情绪所控制 对呈现出一个比较负面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很混乱的 很迷茫的 很很很很很很爆炸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很情绪化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有的时候甚至是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会暴露你的攻击性 就比如说男生也好女生也好在情绪失控的那种歇斯底底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我觉得他会不太喜欢那样子的你 好吧 我们再去看一下这张力尾牌的权杖九的这样的一个能量 我觉得力尾牌权杖九的能量代表着其实一种虚弱 好吧 对代表着你的不坚持啊 对你的轻易放弃 好吧 他他会觉得这件事情明明其实可以再坚持一下 对可以再再再看一看 可以再努力一下可能我们就得到一个更好的结果 但是你可以那么轻而易举的去把这件事情放弃掉了 好吧 所以我觉得他在你身上第一个有怒气不争的这样的一种味道 那第二个又有一种那种羡慕嫉妒恨的这样的一种味道 他可能太羡慕你的好运气了 或者说很很羡慕你的这样的一个家世 或者说很羡慕你做什么事情的话顺风顺水 都有贵人去相助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在 好吧 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讲 对方他还是蛮享受 就是他的 他的这种爱情 或者他这种喜欢的味道 其实是很青春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好吧 很小孩子这样一种感觉 OK 好 那我们再去看一下 那 他到底是想和你对 可以更进一步 还是说保持距离 他到底想和你更亲密一点 还是保持距离呢 我们抽五张牌来看一下 好一张逆尾牌的全账二 一张逆尾牌的圣杯是从一张正尾牌的圣杯 往后一张逆尾牌的月亮牌 一个正尾的圣杯 OK 那我们看一下 首先的话是这一张逆尾牌的 往后牌的这样的一个能量 我觉得从情感上面来讲 其实对方没有勇气的更进一步 好吧 他在跟你相处的时候 其实他会有很多负面能量的这样一种呈现 他会觉得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会比较害怕 好吧 又爱又怕的这样一种感觉 我们知道在中国人的意涵当中 其实月亮会代表着相似和台湾 所以我觉得在这里面 首先当独出现了一张大牌 其实代表着他对你的这样的一种思念 好吧 但是月亮其实在讨论里面 又代表着我们的这样的一种情绪的浮现 尤其是立位的这样的月亮 代表着我们负面情绪的这样的一个浮现 所以我觉得 他跟你相处的过程当中 可能会有一些不愉快的这样的一种经历 或者说会有一些担忧 或者害怕的这样的一种情绪在 好吧 所以我觉得他是很领巴的这样的一个人 很纠结很领巴的这样的一个人 他对你的情感其实也是这么复杂 又很想你 他又又很害怕你 对就是那种很领巴 OK 然后我们再继续看一下 好吧 首先是这张立位牌的权杖 二的这样的一个能量 这种小牌 我觉得他对你的话没有规划 好吧 他没有计划过说他要跟你一起怎么样 你们要经过什么样的事情 你们要度过什么样的岁月 他没有 对 甚至他我觉得他对待生活对待工作 其实是没有太大的这样的一种计划性的 虽然是一个很自信的能量很强的 甚至我可以讲的话有点自大的这样的一个人 但是至少你们的感情其实不在他的规划当中 好吧 我觉得这张立位牌的这样的一个权杖 他没有考虑过这方面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立位牌的新币圣碑式崇拜 还有这张正位牌的圣碑皇后牌 我觉得其实首先他身边的人际关系相对来讲是比较复杂的 好吧 对 所以我觉得他可能身边的话有其他人 觉得会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 你们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相对来讲比较复杂一点的 好吧 可能会有别的这样的一种三方的这样的一个能量在 OK 我们一起看一下 首先这张立位牌的这样的一个四重牌 我觉得这张立位牌的四重牌 其实跟他的能量是比较对应的 好吧 所以他会在你这样一种感情当中 他会感觉到很 首先有圣碑 有喜欢 但是立位牌的这样一种喜欢的话很混乱 情绪非常的复杂 五味杂陈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对 这是这张立位牌的圣碑式崇拜四重牌所呈现出来的能量 非常的混乱 好吧 情绪波动的话非常大 所以我觉得他会觉得跟你在一起会有一种 失控的这样一种感觉 好吧 会有一种不休自主的不受控的这样的一种能量 我们再去看一下这张新币皇后牌的这样的一个能量 我觉得这张新币皇后牌其实只能代表两种能量 第一种能量可能是代表你的能量 如果你的年龄会比他大一点的情况下面 对吧 代表着在这段感情当中他对你很喜欢 会觉得 你很好 会觉得你很漂亮 对他很温柔 会对你有那种正向的这样的一种 喜欢依恋的这样一种情绪在 好吧 但是我觉得可能更多的还是那种 可能他现在有的这样的一种情感关系 觉得可能他身边有这样的一个人 一直陪在他身边 这个人的话年龄可能会比他更大一点 对他很好 对他很温柔 好吗 所以我觉得 所以才会有这么复杂的这样的一种感情 会这么混乱 会这么拎拔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在 我们再去看一下这张圣杯舞 看到没有 我会觉得他 他在这段情感当中 他也是很迟出的 很怀疑的 很犹豫的 明白吗 很移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感觉好像 他又想靠近你 但是可能又放不下自己手里面已经有的 这样的一些东西 所以的话在这个里面 他就好像这个夹心饼干一样的 他把自己架在这里了 进退失去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和能量 所以我会觉得 可能他会更倾向于保持现状 或者说保持距离 我觉得对方其实是有蛮复杂的一段 情感关系在的 对 你结合你自己的这样 自身的这样的一个信息 如果说对方有别的这样的一个 有别的三方的这样的一个能量的情况下面 我觉得他当下可能还是觉得跟你保持现状态会更好一点 如果说你确认一下对方没有三方的这样的一个能量 我觉得对方是喜欢你的 你们之间可能就是打破一些他认知上面的一些固有的障碍 我觉得把他他把心结打开之后 我觉得你们是有非常大的机会 能够正式的话去突破这样的一种僵局的 因为对方对你是有那种 喜欢欣赏的这样的一种能量在的 好吧 OK 我们再去看一下 那他有什么想跟你去说的 我们抽五张牌去看一下 他到底有什么话想跟你去说 好 首先的话 我在财务上面能够保持收支和平衡 这是第一句话 那我们看一下 第二句话 我有力量和能力去过有意义的生活 这是他想跟你去说的 我们看一下第三句话 今天我允许自己玩得很开心 玩得很尽兴 好 我们再来抽两张 再看两句话 我允许恐惧像云一样来去自由 最后一个 好 我欢迎风银进入我的生命 OK 我觉得这五句话的话是对方想跟你去说的 好吗 我觉得他整体来讲还是一个比较自我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他更关心的还是自己内心的这样的一种感受 而且我觉得他很自信 很有力量感 他会觉得 所有的事情的话的发生 是要他是在他的掌控之中的 好吧 你暂时可能 暂时还没有进入到他的计划之中 对掌控之内 但是他不害怕你进入到他的生命当中 他已经做好了准备 你能够进入到他的生命之中 好吧 我允许恐惧像云一样来去自由 他不担心 他也不害怕 他欢迎风银进入你的生命 只要有胆你就来 我觉得他又会有这样的一种能量在 好吧 OK 好 这就是我们第二组的能量信息 如果你觉得这一组的能量信息 能够帮到你的小伙伴 记得给主播点个赞点个关注 最后就所有看我们这条视频的小伙伴 健康快乐 心想事成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拜拜 拜拜 这是我们第三张指示牌卡牌 让我们深呼吸 清空一下能量 在心目当中默念对方的名字 他到底对你是怎样子的感觉 他是想和你更亲密 还是保持距离 他到底有什么话想跟你去说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OK 我们先抽三张牌来去对应一下你的能量 你的能量信息 首先第一张一张圣杯6 第二张一张逆微的道调人 第三张一张逆微牌的月亮牌 你的整个能量很强 我觉得这一组牌 你看一下星座的信息能不能对应得上 对应不上也会非常大的参考价值 好吧 首先的话是月亮牌双宇宙的这样的一个能量信息 好吧 然后还有这张水象星座的双鱼巨蟹和天蝎座的能量信息 所以水象的能量其实会比较强一点的 来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首先的话是这张道调人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你最近的话很happy 好吧 循环作乐的这样的一个能量非常的强 你可能当下会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障碍 比如说可能需要考工或者考研的考博 考学或者说面临了某个项目的这样的一些压力 好吧 或者说背着某个任务 拿这个困难 或者这个任务一直处在你的这样的一个心里面 好吧 但是你的选择的话是什么 暂时忽略它 或者不去面对它逃避 对去享乐 去开心去放松 好吧 对这张逆位牌的这样的一个 嗯 道调人牌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所以你现在会有那种循环作乐的这样一种感觉 今朝有一九经交醉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在 好吧 然后另外一排的月亮牌 我觉得会代表着你恐惧的事情即将发生 或者你自己内心会有担心 好吧 但是你面对害怕恐惧或者这种负面的能量 你的选择不是说去面对 好吧 你的选择的话是什么 是逃避啊 啊 对 这是一种感觉 另外一个我会觉得会代表着一种什么样的状况 就比如说 可能如果你是女生的情况下 可能你会立嫁会有一点点不舒服 来立嫁的时候会不舒服 甚至是会有一点点痛经的这样的一种状况 好吧 但是呢 你即便是说身体不舒服 对 你还是不会去克制自己 好吧 该干嘛干嘛 该吃雪糕吃雪糕 该玩玩 该喝酒喝酒 该happy happy 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肯定你会是这样的一种模式 好吧 那面对一些负面的这样的能量 面对内心的一些恐惧和害怕 你的选择也不是直面他 反而来讲你是选择会麻痹自己 会用寻欢作乐的这样一种方式 去什么 去逃避 对即将发生的这样的一些问题 会有那种今朝有酒今朝醉的这样一种能量和感觉在 我们再去看一下这一张圣杯六的牌 我觉得你很招人喜欢 好吧 你很受同学的欢迎 朋友的欢迎 好吧 你和家人和老师和领导和同事的关系 处理的特别好 所以你的人际关系大师人见人爱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OK 好 来我们再去看一下对方的这样的一个能量信息 好 一张正位的星星牌 好 一张正位的死神牌 好 一张正位的宝剑骑士 我觉得对方的能量非常的强 好吧 OK 首先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对 首先的话是这一张 对 风向的这样的一个能量牌 就是双指 天正 还有水瓶座的这样的一个能量 那还有这张死神牌 对应天蝎的这样的一个能量 我们看一下能量能不能对应的效 OK 那我们继续的话一起去看一下 首先的话是这一张星星牌的这样的一个 不对 这张解智牌的这样的一个能量 对 这张解智牌还有射手足的这样的一个能量 OK 来我们一起看一下 首先是结智牌 结智牌 我觉得代表着对方其实是 首先很崇尚自由 对 他其实不太能够去被拘束住 好吧 这是第二点他做事情的话非常的得体 好吧 他去面对情绪的时候 他总是显得很平静 他的情绪不显得特别的狂热 他也不会显得特别的疏离 明白吗 他待人接物的话都是这样子 所以情绪很稳 好像很多事情都是这么在他的掌控之中的 而且我觉得尤其是在沟通的时候 或者说面对异性的时候 他对于对方的情绪的话 总是能够非常精准的拿脸 所以沟通的话是他 尤其是情感交流 我觉得是他一个特别擅长的这样的一个点 所以对方的话是显得很克制的 很温柔的 但是你却能够在这些言行举止的过程当中 你是能感觉到对方的这样一种力量感 你觉得他有深度 他是深层的 好吧 而且他的内外的话是一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他表面是平静的 他内心的话其实也是很平静的 好吧 他的显意识表现在外在的 和他内心的想法的话其实是一致的 所以整个人显得很很有力量 很自嗆的这样一种感觉 好吧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一张使神牌子这样的一个人 我觉得在这里面呈现出两种状态 第一种状态上就是什么 他现在是面无表情的 怎么办 他对谁的话都是一副拽拽的 爱理不理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好吧 就拽了吧唧的 这是一种 但是我觉得他内心的话又是很温柔的 很善良的这样的一个人 你如果看他表面会觉得这个人很冷阔 或者甚至是有点坏 有点糟糕 但他其实心里面的话是非常的温柔的 他的内心其实是非常的柔软的 很善良的这样的一个人 对我觉得他内心的话有一种非常质朴的 这样的一种正义感 这种正义感的话就是什么 我们讲四个字 叫做除强扶弱 这是他内心非常质朴的这样一种正义感 对 而且另外一个我觉得这张使神牌子 代表着可能最近某一件事情 在他这边的这样的一个终局 也可能是情感的 也可能是工作的 总而言之 某一件事情在他心目当中 彻底的画上了一个句号 彻底的话去做了一个了结了 我觉得在这里面呢 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能量在 然后再去看一下这张宝剑奇事 看了没有 对方是一个有着肥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对方很自信 很有底气 目标感非常的强 行动非常的迅速 好吧 整个人的话很聪明 反应特别的快 对 能量非常非常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个人 好不好 对 然后外表看起来很冷酷 整个人我觉得是很有power 很有力量感 这样的一个存在 而且表面看起来很平静 对 很淡定的这样的一种状况 好吧 OK 然后我们再去看一下 那对方和你在相处的过程当中 他喜欢你的是什么 好吧 喜欢你身上的什么 是你的外貌 还是你的某一项特质 还是你们之间的这样的一种相处模式 那我们出三张牌来看一下 好 一张宝剑6啊 这么一张 好 第二个 一张女祭司牌 第三个的话是一张逆尾牌的全装往后牌 你看 我觉得 这三组牌喜欢都有一点奇怪怪的 首先的话是这张逆尾牌的女祭司牌 对 我觉得他会喜欢你那种 你知道吗 我们讲三个字叫反差感 他会喜欢你的反差感 就是女祭司原本给别人感觉高高在上的 坐在那边 是吧 像一个女神一样的 很优雅很崇荣很得体 但是你却不是 好吧 你明明具备一个作为女神的这样的一种 条件 首先的话很聪明 其实会很有创造力 是吧 懂得很多 嗯 懂吧 那种很有创意 很有创造性 原本你是可以像一个老师一样的 或者说高高在上的这样的一个 女神一样的端坐在那边 但是你却表现得像个女神经 好吧 好 经常显得很主动 很接地气 就会让别人的话也会有一种反差感 就觉得很有意思 就觉得很好玩 或者说 如果说你们之间会有比较多的感情的互动 可能在感情的互动当中 你会表现得更加的主动一点 好吧 说白了会有一点点甜 如果你是个女神的情况下 会比较主动 会比较有点甜 他觉得他蛮享受这样的一种感觉的 好吧 我觉得这是第一个他喜欢的点 第二个点的话在于拿 实际上这位的保健又是什么 你会具备一种能力 就你会具备什么 逃离混乱的这样一种能力 明白吗 你你你你你你会下一次的去逃避 他其实蛮欣赏你这种逃避的这样一种状况的 那这个地方是不是很复杂 局面的话很混乱 那那可能别人的话说 要要去面对他要去解决他 可能你的第一反应的话就是什么 我去离开他 是吧 我去逃离这个混乱的这样一种漩涡 就找到一个平静的这样一个地方 做看风云变幻 对方我觉得他对你这点特质其实挺欣赏的 好吧 那解决不了 那我就去逃避他 对他其实 我觉得在他心目当中他就觉得很有意思 可能你的哲学 逃避虽然可始但是有用 他内心的话很认同你这样的一种哲学 好吧 对他会觉得这样的你非常有趣 好吗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觉得这张保健6的话会代表什么 就你很聪明 好吧 你的心智非常的成熟 你的知识 你的心智 在他的目光当中 或者在他的价值体系当中 他认为非常了不起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看保健牌 其实代表着心智 对代表着认知 好吧 对你的这样的一个心智和认知 其实是对你有一个保护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好吧 我觉得是第二点 第三个点 我觉得你要自己评估一下你自己的状况 对 你是不是最近有过分手 好吧 对你可能从上一段感情当中的话有结束 对 所以你会从上一段感情当中的话去走出来 我觉得这也可能是他对你喜欢的 或者说他期待在你身上发生的这样的一种事情 好吧 我觉得这三种能量都可以去做一个考量 我们再去看一下立尾牌的权杖 往后排的这样的一种能量 就你的性格有一点点强势 好吧 有一点点霸道 甚至是有一点点蛮横 有一点蛮不讲理的这样一种感觉 就有一点像我的野蛮女友的里面 这样的一种感觉 好吧 对他会喜欢这种吗 我觉得他真的有一点受虐的这样一种倾向 挺好的 好吧 对我觉得说明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说他会喜欢一个很聪明的 很有个性的你好不好 很有反差感的这样的一个你 他其实更喜欢你能跟他多一些互动 这些互动不管是什么样的方式 是打也好闹也好吵也好 总而言之你只要有互动 他都会喜欢你 哪怕你表现的强势一些 表现的盲横一点 我觉得在他心里面他都他都会觉得挺好的 很有意思很有活力 OK然后我们再去看一下 那在你们互动的过程当中 他不喜欢的是什么 好 一张权杖二 一张立尾牌的影视牌 一张立尾牌的新币国王牌的能量 OK来我们一起看一下 他不喜欢的是什么 首先这张影视牌的话 其实我又讲过了 他这里面会有两种能量在 好吧第一种能量在 第一种能量 他会觉得你会更物化一些 或者说你的能量的话 会更外显一点 你的能量是向外球的 他会认为你自身的能量是不足的 你不聪明的 你不够向内看 你的精神世界不够的充沛 所以你经常需要依靠一些外界的这样的一个支撑 来去支撑你的这样的一个存在 比如说你可能特别需要别人的认可 或者说你可能喜欢去跨一些名牌的包包 去开一些好车 去穿一些大logo的这样的一些外界的一些外物 来去支撑自己 好吧 他认为这样的你可能会显得比较的浮夸 或者说比较的虚滑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好吧 第二个我会觉得 这张立尾牌的影视牌 其实会代表着你的自大 好吧 你的愚蠢 好吗 你可能可能在他的眼中 他会觉得你 你的脑子已经被塞满了 你已经装不加新的这样的东西 你不够虚心 就别人去跟你去说的时候 说一些什么东西的时候 去教你一些什么东西 你都是我不听我不听不听 就是拒绝接纳一些新的东西 表现的很自大 甚至是表现的非常的愚蠢的 这样的一种能量在的 好吧 我觉得这张立尾牌的这样的一种影视牌 因为影视本身也代表着这种智慧 一种奇迪 你是比较抗拒这种这样的一种东西 所以在他的眼中 他认为你表现的非常的无与表面 好吧 虚幅甚至是有一点点虚荣的 这样的一种感觉在 OK 然后的话我们再去看一下 或者说我们讲一下拒绝进步 拒绝成长 对不低调 不内敛 也会有这样的一种能量 OK 我们再去看一下 权杖2 权杖2是一张什么样的能量牌 我觉得他会讨厌你 你的生活的话 充满着确定性 你好像把什么事情都规划的明明白白的 都想的清清楚楚的 想好的事情的话 你才会去做 没有想好的事情 你就不会去做 你的计划性太强了 你不能 他在他的眼中认为 你不能够去拒绝视频当中 出现一些偶然 出现一些不确定性 你好像做什么事情 你都要去什么 凡是遇则利 不遇则废 你好像非要想明白 在你的规划之中 你才能够去得心应做的去把它去做好 而一些一些小的事情的这样的一个变化 这样的一个发生 你都会打到你措手不及 好吧 他其实不太喜欢那么刻板的你 那么规划的明明白白的 这样的一个你 好吧 我们再去看一下立尾牌的 对 这张圣杯国王牌 我觉得在这里面会有两种的能量信息 第一个他会不喜欢很刻板的你 好吧 很保守的你 我觉得他会不喜欢一个太刻板的 太固执的你 好吧 或者说他会不喜欢你 对 可能也会暗示着你最近有点胖 或者说你正在减肥 他不喜欢你在减肥 会让自己身体不舒服 或者说你会有一点点 对有一点点胖 好吧 我觉得这可能这两种能量的话都有 那除此之外可能会代表着 比如说你家庭当中的话 有一个很严肃的很刻板的 甚至是有一点点固执的 这样的一个长辈 比如说你的父亲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我觉得对方的话可能会不喜欢 或者说有一点点害怕 有点点恐惧的这样的一种能量在 好吧 根据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信息 去做一些 你去做一些能量上面的对应 OK 好 那我们看一下 他想和你更亲密一些 还是保持距离 好吧 一张逆尾牌的 宝剑王后 一张逆尾牌的 圣杯2 好吧 然后一张逆尾牌的 世界牌 一张逆尾牌的 圣杯5 一张逆尾牌的死神牌 OK 好 我这个牌都是这么这么这么拧巴的一张牌 都是很拧巴的一些牌 来我们一起看一下吧 首先是这一张逆尾牌的 世界牌的这样的一个能量 我觉得他其实对你有一点点着迷 会有一点点沉沦的这样的一种能量在 首先我觉得对方其实是一个很自洽的 很坚强的很自信的这样的人 其实对方的话是一个蛮圆的这样的状态 好吧 他其实生活当中其实什么都不缺 既不缺乏物质 也不缺乏情感 好吧 为什么呢 因为这张世界牌本身来讲 我们讲众位的世界牌 是一个很出世的牌 就像飞在天上的一个飞天女神的这样一种感觉 那逆尾牌的话代表什么 他投入进去了 对 投生到了滚滚红尘当中 那在这里面我会觉得 他对你会有很多很喜欢的很依恋的 这样的一种能量在 好吧 很投入的这样一种能量在 所以我会觉得在你们这段关系当中 其实他期待你们之间会有着更加亲密关系的这样一种进展 但是他也看到了具体你们之间的话存在的一些问题 好吧 首先第一个的话我们看一下 我们去具体再去看一下 对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情 我觉得很复杂 因为首先的话都是另外的牌 我觉得他对你们的未来其实不看好的 但是呢他又有那种想要跟你开始的这样一种能量 好首先的话是这一张死神牌的这样的能量 就世界牌之外的第二张就是这张死神牌 对 这张死神牌我觉得代表着什么呢 首先第一个他会在这段感情当中 或者在跟你相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他会觉得有一点恐惧 有一点点害怕 好吧 他担心有一些糟糕的事情即将到来 或者说糟糕的事情即将发生 所以的话他对于这种感情 他有点不敢往前走 好吧 有恐惧有害怕 那我们看一下害怕的是什么 首先的话是这个 宝剑往后排这样的能量 我觉得你可能年龄的话会比对方要稍微大一点点 好吧 或者说二十七八岁的这样的一个年龄 好吧 就是你身上那种往后排的能量 其实非常的强 所以总而言之你觉得我觉得在对方的眼中 你是个大女人明白吧 然后逆尾牌的宝剑往后排的话说明什么 你的性格非常的强势 好吧 甚至是有一点点煞滑果断 包括这张逆尾牌的圣权往后排 就是非常强势的这样的一个人 对所以在这段关系当中他觉得他hold不住你明白吧 他会觉得在你们两个人之间 你不一定能够跟他的性格能够匹配得了 对他会觉得他hold不住你 他有一点点掌控不了你 他有一点担心跟你在一起的时候甚至是被你上海 好吧 我觉得会有这样的一种能量在 他会觉得你有点凶 有一点点铁面无私 有一点霸道 好吧 对 hold不住你的这样的一种能量 OK 我们去看这张圣杯二 圣杯二代表什么 首先第一个你们之间的沟通有问题 好吧 你们之间的话可能彼此交流过 好吧 沟通过但是呢 不是很愉快 有点欢而散这样的感觉 这是个第二个什么 就是你们有一点门不当户不对 我觉得这也是他核心的一个点 可能这两个都有 一方面的话就是你们可能最新吵过架 另外一方面他会觉得有你们之间会有一点门不当户不对 这样一种感觉在 好吧 对 所以会有这张逆尾牌的这样的一个 圣杯二 我们再去看一下这张逆尾牌的圣杯五 看到没有 但是他又不甘心 看到没有 这张正尾牌的圣杯五 我们知道的话是 是一某缅怀自己失去的 那另一位牌的圣杯五 就是有着重新出发的这样的遗憾 他会想放弃跟你之间的这样的一些矛盾 放弃过去当中你们之间的这样的一些误会 和你的话重新往前走 重新出发 重新的话创造更多的这样一种可能性 但是我觉得他还是会偏悲观一些 好吧 他的情绪能量的话还是会偏弱一点 所以看到没有 我会觉得在这一整主牌当中 他的内心其实很渴望跟你有更进一步的 更亲密的这样一种关系的 但是现实你们之间的互动 其实会不愉快 会让他有着重重的这样的一个忽略 他一点都没有信心能够跟你之间的关系 能够更加亲密一些 好吧 所以我会觉得从思想上面来讲 他有他有想法 但是从现实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 他害怕 他吃醋 好吧 所以他可能还是会更倾向于 对 保持距离 我觉得他有过努力 有过尝试 但是受了打击 受了挫折 好吧 我们来再说五张牌 我们去看一下 他到底有什么想跟你去说的 他有什么话想跟你去说 好吧 首先第一个就是 我把工作做得很好 并且受到了每个人的肯定和赞扬 这是他说的 跟你说的第一句话 他事做得很到位 第二句话的话 就是我家的气氛是快乐 而且光明的 好吧 他在告诉你他是个暖男 好 我们再看一下第三句话 他说 由于我体验到了内在的爱与平静 所以我也愿意给出爱与平静 他在告诉你他会很喜欢你 好吧 而且他的这样的一份喜欢很沉静 他的情绪很稳定 第四句话 我爱我独一无二 而且美好的这样的一个生活 他觉得当下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他是比较满意的 好吧 对 第五句话 他说我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 我的使命会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去呈现 他在告诉你 他是独一无二的 他不会轻易为一个人去改变 好吧 OK 这是他说的这样的一个五句话 OK 好这就是我们第三组能量信息 希望能够帮到我们直播间 帮到看到这一组牌的小伙伴 如果你觉得有用的情况下 记得给主播点个赞 点个关注 最后祝所有看完我们这条视频的小伙伴 健康快乐 心想事成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拜拜